欢迎回来 古根汉基金会斥资244亿台币 在中东的阿布达比 兴建全球第六座古根汉美术馆 这座美术馆计划要收藏 1960年代以来重要的当代艺术作品 在2017年正式开幕之前 广方特别举办了特展 包括日本艺术家草菅弥生的空间装置 还有阿拉伯艺术家的作品 球体中空造型 这个同志的雕塑作品 上面是阿拉伯文 写着有关恋爱的感觉 这是阿布达比古根汉美术馆 即将收藏的作品之一 我们现在在中东的中心中 这就是在中心中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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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将使用它 从中心中的 和从中心中的 这是在中心中的 这就是在中心中的 它开始在1960年代 赤资244亿台币新建的阿布达比古根汉美术馆 预计在2017年开幕 它将是古根汉基金会的第六座分馆 开幕前特别举办收藏展 以透视光线为主题 向世人介绍美术馆外来的特色 还有藏品的特点 各色LED灯映照在镜子上 这是日本艺术家草菅迷生打造的梦幻世界 德国艺术家奥托皮纳 1972年的装置作品 则是用内部灯光穿透大小圆孔 映照出璀璨的光芒 阿布达比古根汉美术馆 抢先介绍收藏品 宣示当代艺术重振地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